南京是热门旅游城市 相夫子庙总统府这样的景点 每逢节假日都是人山人海 但南京也是时朝都会 只要你多逛逛街头巷尾 也不难找到历史的遗存 所以冷门景点 只要你愿意找 肯定也能找得到 比如我们今天逛的鱼园 就是一个又出片又冷门 又长载了很多历史故事的优质打卡地 从那边走到吉庆门下来 终于找到鱼园了 这是鱼园的文保牌子 不过我真没想到这也是文保单位 鱼园的门票18块钱一张 大家好我是徐工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 我在这个地是江苏省南京市的鱼园 这个公园是我逛城墙的时候发现的 来南京旅游不一定非得去父子庙人几人 其实冷门景点是在于自己寻找 这个地方它就门口那块热闹 你把那块地儿绕过来之后 里边就非常清静 非常适合休闲 话不多说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 鱼园曾是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后裔 徐甫的别业 说白了就是权贵的一套外宅 不过后来此园曾多次一主 等捣手几次之后 就在清朝渐渐败落下去了 1876年富商胡温谢买下废园 并将此地命名为鱼园 寓意以鱼名者乐山水而自会于鱼也 翻译成现代的话 意思就是用鱼者自称的人都是那些喜欢游山玩水却自己叫自己为鱼者的人 就好比说咱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有人说 我没碰过钱 对钱没有兴趣 但他仍然成了首富了 但是在胡温谢这边直接就把窗户值给捅破了 说白了还是那句话 骗哥们可以 别把自己也给骗了 和那些满嘴火车的富豪相比 胡温谢就显得诚实多了 1865年 胡温谢有一次赴京 接受另一步考察的机会 不过他母亲生病了 于是胡温谢干脆就放弃了这次机会 将母亲接到南京凤雅 在南京的时候胡温谢在鱼儿内创造了三十六景 修复后的鱼儿可以与徐达府里沾鱼儿相媲美 从此成为了晚清时期金陵一带的著名四家花园 享有金陵狮子林之欲 也正因为胡温谢的苦心经营 所以就有很多人将鱼儿称为胡家花园 这就是他另一个名字的来历 辛亥革命后 军阀张勋纵火焚烧鱼儿 直到民国四年 鱼儿的第二位主人胡光国 也就是胡温谢过继来的四子 出面修复宅园 新增三十四景 这便是鱼儿前后七十景 但是很可惜 在抗战期间 南京蒙尘 鱼儿再次被毁 直到2011年复建时 胡家的后人胡维新先生 将保留多年的老物件送回了鱼儿 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它的历史 而2016年5月 鱼儿修缮完毕 终于对外开放 此次复建是以江南园林志中的鱼儿手绘图为蓝本 保持了原有结构布局 历史风貌 空间尺度 算是尽力还原了鱼儿的历史风貌 虽然官方在尽力挽救 但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已经变得残缺不全 甚至有一部分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在明朝的时候 还是胡家画院内部的建筑 到清朝就变成民居了 这也有文宝牌子 这个高台应该以前也是一个坊间 至于它是干什么的 有多少年了 没有任何记载 也没有文宝牌子了 且不要说缅怀历史 就是肯到鱼儿打卡的人 也不是很多 我是周末到的鱼儿 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很多 比福子庙自不必说 就是比起附近的瞻缘 都清静了不少 而且这边的票价还便宜 地方还稍微大一点 能打卡出片的地方也更多 只要你一进门 就能看到好几对拍婚纱照的新人 不过这些人也不耽误我们打卡拍照 因为他们取景的时候 就在门口那几个地方晃来晃去 只要绕开他们往里走几步 就可以饱览美景尽情拍照了 算而今 这座古园已经走过了600年的风雨 正是王侯地宅接新主 文武一官一息时 当王侯地宅饮于市井 深宅大院的烟火散尽 当初的往事自然也是难以追寻 史册会泛黄 铁石也会朽烂 想着人间 怕是只有口耳相传的记忆 才是永恒吧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督城 一起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